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名义大使总代表部代表申东灿的致辞 为了出席关于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和中国平顶山市绿色低碳经济合作和论坛相关协议 以及为了实践使用绿色技术商品的韩中亚洲进出口协议仪式 远道而来的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常务委员兼副市长黄祥丽 以及平顶山政府相关人士和经济史结盟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亚洲本部支援议长 同时也是中国保健联盟会长刘巧玲教授